奇猛了兄弟们 布莱泽奥特曼最终形态的消息居然提前偷跑了 不行,我再去睡会儿 国庆黄金周即将到来 布莱泽也一口气公开了10月甚至是11月的重要剧集介绍 短短5集故事依旧出现了大量新怪兽与高能剧情发展 究竟是高开递走还是无呼启飞 本家子就跟你细说一二 第十二话,走你布莱泽 经历完与宇宙电磁怪兽盖巴尔家的战斗后 先人开始对反抗自己行动的布莱泽感到极度的不信任 于是他决定放下灰石独自前去作战 但此时盖巴尔家的电磁干扰导致通信网络的混乱 斯卡尔的部署部与开发部特种部队共同作战 以掌握某种未知的关键物质 同时布莱泽即将解锁他的第一把武器切尔索骑士剑 使用蕴藏着陨石怪兽卡拉蒙的力量 斩断雷鸣,硬核绝杀 再一看,这一集的故事发展像是每年必有的代歌时间 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华重点啊,骑士剑,紫色派大星 记住他们,后面的剧集我们重点要考 第十三话,大家喜欢的超轮饭总集片 咱们跳过不谈啊 第十四话,月下的记忆 布莱泽十月最有看点的一集 大量伏笔将在此话完成回收 空中出现了斯卡尔的无法应对的巨大怪兽德尔坦达 他的飞行速度高达九马赫 特战兽阿斯加龙虽然也能飞行 但完全不计备空战能力,无法限制怪兽行动 此时惠美拿到了名为代号V99的防卫队机密情报 阿斯加龙即将解锁新装备 魔祖三空中背包 前去也得而坦达一决胜负 话说这只怪兽的皮条看着这么笨重 结果飞行速度居然比迪加的空中性还快 真的就力大专飞气死牛顿是吧 本集应该是继布莱泽第四话以后 久违的惠美队员个人回故事 从剧照里可以看出 惠美因为某些原因与参谋长发生了正面冲突 而他得到的代号V99防卫队机密情报 这是布莱泽前期埋下的重大伏笔之一 第四话惠美在调查神秘软体怪兽雷维拉的相关资料时 曾经发现一份20年前防卫队丢弃的老旧报告 上面记录着这样一段话 我们怀疑雷维拉与宇宙怪兽有一定的联系 但是如表哥所示 两者的相似度极低 不认为其与代号V99有所关联 到这基本可以确定及肯定的一点 V99应该是20年前布莱泽自奥特曼 或者是某只非地球原生怪兽的代号 而且从前几集的台词 以及BGM的走向来看 惠美队员过去的身份还存在着各种未解之谜 目测剧组会在这集解释V99身份的同时 将惠美梅田的旧坑一起补齐 无论从人物塑造 还是从主线填坑角度来看 14话势必是相当乍离的一集 大家记得不要错过哦 15话朝晚之际 主角显然的儿子纯 有一个奇怪的同学名叫星田 某天星田邀请纯去了他新的秘密基地 不久之后二次元怪兽贾巴顿突然出现在了城市中 Skyrd究竟会如何应对 这个贾巴顿其实也不算啥新面孔 是个招和老二次元 早在初代奥特曼第16话时就已经登场过 他是由小朋友的绘画 经过未知宇宙线肇时之后变成的怪兽 战斗力几乎为零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后来因为孩子们的恳求初代奥特曼把他送到了宇宙 变成了一颗在天空中闪烁的星星 感情不在地球的怪兽就算好怪兽了是吧 布赖泽中的二代贾巴顿 发生就是从闲人儿子或者他同学的灵魂作画中诞生 注意事物化只会登场贾巴段A型不会出现B型 所以故事的风格大概率会是偏向轻松搞笑的整活回 当然要是结尾突然和初代一样小刀一下的话 就当我啥也没说过 第16话恐怖来自地底 在某项开发工程作业途中 工作人员突然遇到了地面塌陷出现了大坑的情况 据目击者表示 坑里存在了一只巨大生物 至于这只巨大生物究竟咋啥呀 大家众说愤雲没有统一的说法 懂了 新人在贾库骂是吧 老爹你眼睛花了 斯卡尔只能轮流站岗调查事情的真相 本期登场怪兽名为莫古琼 暂时没有造型相关的照片公开 推测应该只是普通单元回 接下来重点来了 第17话宇宙电磁怪兽盖尔巴加二代登场 布莱泽奥特曼联手翼龙怪兽法德兰共同战斗 并将在高潮部分 竟用怪兽这辆解锁最终形态翼龙强化法德兰装甲 没错 布莱泽迎来的第一个形态直接是最终形态 而且两把武器全都源自怪兽 果然天狗还是忘不了他的耳机仔埃克斯 不过严格来说法德兰装甲也不能算是形态 从图中可以看到千二所骑士剑的尾端 连接着一把酷似烈焰刀的短笔武器 原本布莱泽没有花纹的右臂和右胸 被一层橙蓝色的装甲所覆盖 怪兴在不规则线条的怪兽造型上 加入了一些火焰形状的凸起 凝造出一种力量燃烧的感觉 火 剑 这我很难不带一带鞋剑仙加免骑士Saber了呀 前两年的特里加与德凯两位奥特曼 都没有得到剧场版限定的新形态 所以法德兰装甲可能是布莱泽除基础以外 唯一拥有的形态 我只能说且看且珍惜了 另外情报表示 二代盖尔巴加会比一代多长两个脑袋 目前再未公布相关图片 对此阿泽很想吐槽啊 12话包大剑打的是你 怎么18话包装甲打的还是你呀 合着你是来当装备宝箱的呀 来快和我一起说 谢谢你派大新 此后我们把目光转向了第18话 本集登场的角色是在布莱泽发布会时 露面的圣代头新人 斩基尔 嗯 这个名字蛮怪的呀兄弟 总感觉有点让人隐隐作痛 不过别急啊 我这还有高手 有请格基巴选手登场 别看斩基尔外貌非常哈人啊 其实他的定位非常有方角色 皮套风格非常像小龙虾 巴尔坦新人 首部又和马甲马先生一样 可以变成长涛突刺攻击 由于具体剧情发展暂未公开 所以目前无法判斩 斩基尔到底是真友军还是假友军 真友军呢 我们可以清定他为新生态家母下 假友军嘛 那不就是想反水之后 玩弄小步感情的渣男嘛 具体我就不评价了 是好是坏 留给大家来猜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还请点赞 关注和支持 这里是阿泽 我们下期再见